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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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麼樣透過一個友善環境 然後又可以深度認識在地 然後又可以在這個永續觀光的這個部分 取得一個很好的一個共識 如果路線上面會有比較多的故事 或者是跟社區過去的生活比較有關係 那也會比較符合在推這條步道 所要達到的這個目的 這個步道就是完全是用大家的雙手 親手一顆一顆的去把它堆砌起來 到訪的人走在路上 他可以停留下來 仔細看一下腳踢一下踩的石頭 讓大家更能體驗到說 你腳踩的步道是透過很多人的汗水堆砌而成的 欸 漂亮喔 不要只是走過路過 大家可以多觀察發現 國家公園裡面的一些細微的美 我覺得作為一個外來的夥伴團體 那我們在手作步道上也許有我們的專業 我們有很多這樣子熱誠的志工 但最終如果要創造一個在地永續的綠色經濟 又能夠把島上這些文化生活記憶 透過生態旅遊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而不是登島就是兩小時 然後騎著摩托車逛島一圈 然後又登船走 而是讓大家知道說 你來到這個地方 你應該花更多時間去認識它 這裡本來就有一條路 所以它挑水它其實是可以到村裡 也可以到這邊 這哪裡走 這裡噴進去 不然這裡還有一條古路 那我覺得社區有這樣的想法 尤其在國家公園進駐之後 在寶玉跟觀光的這部分 一直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很好的雙贏這樣的一個平衡 我們其實在每個地方做手作步道 它都會考量當地的風土 包括它的自然的地質土壤 植被地形水 那也包括它的人文 就是這裡生活的人 祖先他們用什麼方式來克服這些困難 澎湖其實各個島都有這種狀況 就是它是火山玄武岩構成的一個島嶼的特質 但是在海岸呢 又有非常豐富的珊瑚礁形成的這種所謂的老古石 這兩種 一個是比較偏白的 一個比較偏黑的石頭 在這個島上也有 所以我們在這裡發現了所謂的黑石與白石的記憶 1 2 3 來 好 對 1 2 3 在這樣子很廣大的開闊的原野當中 旅人很有可能會找不到路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利用當地廢棄的駁坎的石材 在每一個轉角的地方呢 都堆置這樣的石堆 旅人在一望過去的時候 它可以知道說 它順著石堆可以走到下一個要去的點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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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樣子的石堆 因為是取自當地本身的石材 所以它不會破壞原有的地景的風貌 而且可以發揮一個指引的功能 這一些作為指標系統的石堆 它跟國外的所謂的朝聖者自己祈福用的石堆不一樣 它具有指引方向的效果 國外的很多國家公園 它都會跟遊客做宣導 就是不要自己去好玩 去創造自己的石堆 因為那有可能會導致別人的迷路 這是1921年的這個寶圖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上 當時有一條路線 就是我們現在稱為當時的古道 我們要試著找出這條路線 好 那我就往前走 那邊都會踩一下 那邊都踩到嗎 好 我們往前 好 我們往前 要不要踩到 剛剛沒有空 那邊都可以踩一下 那邊踩到嗎 好 那邊踩到嗎 那邊踩到嗎 差不多了 我們還要踩到嗎 最讓人覺得痛苦的地方是 你今天不是扛了一個最重的石頭過來 它就可以用 就是這顆如果不合 你要再去扛一個差不多尺寸的 然後呢 也不會說兩顆就會合啊 我們有一個點試了四顆還是五顆的 等一下 等一下喔 要有人報號司令 好 一 二 三 然後一顆都是要兩個人 或是三個人來扛 好 這樣嗎 石頭大小 還要角度切面 管是這個 就要花很多時間來微調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技巧 這個讓我學到說 就是要擺對位置 讓它扣得這麼緊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就是大家在人籠傳石頭 我覺得那個過程當中就是 很有那種合作的感覺 又可以減輕負擔 因為搬那個石頭其實很重 我們就是一個人是 絕對沒辦法完成這些事情的 一定就是靠大家一起合作 然後大家一起在那邊排成一列 然後在那邊互相打氣 我覺得很可愛 跟他們在一起工作 跟年輕人在一起工作 我就覺得我也是變年輕了 所以覺得跟他們一起工作 也就是蠻棒的 很棒的 等一下你幫我拿那個石頭 拿掉 石頭拿掉 這顆要拿掉 不是 不是 我剛剛放的那個石頭 對 我是電石頭那個 拿起來 好 拿起來 稍微走開 好 有 下去了 步道師對於步道 就像醫師試整一樣 把整個疾病看完 把整個病程處理好 每個細節環環相扣 不可以馬虎 就是這樣才可以完成一個偽大的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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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八十年來的土埔 人也有難的來 找那些人是看起來比較好見的路 智隔十多年之後再參加 這種純體力勞動的工作 我覺得很有挑戰性 但是也讓人可以 跟那個土地發生那個連結 我覺得還蠻浪漫的 就第一次到澎湖就是用這種方式 跟這座島嶼產生連結這樣子 這個時候就誤會把那幾種海 automatic 智� 좋다 decbridge高揚 時侯於賭 manufacturing 很想像 它在岸邊在小鮮上 ged semana 這個特殊沒有好餃子 美華姐 你今天準備什麼請大家吃啊 紅豆 還有呢 還有青草 甜臭 還有營養 我雖然在這裡大閃 這兩年我回來這裡參加做步道 來這裡拔酒頭去圍牆 拔酒頭去樓 我沈沈去體育中 祖先已經有夠辛苦了 大臉好一點 阿嬤 大臉好一點 阿嬤 那時候有什麼氣的啊 這是急的 對啊 很多人對這個地方有很多很深刻的情感 啟明宮前 阿嬤也唱包歌來歡迎大家 我覺得那一幕非常非常感人 大家聽了包歌可以跟阿嬤聊聊 我想阿嬤這個看海的日子 有那麼多外地來朋友願意坐下來 聽他們的故事 應該是非常溫馨的時刻 從步道上面這樣走下來 路線還清楚嗎 清楚很棒 清楚超棒 要感谢的人很多 首先要感谢我们各地来的志工 像我们在心得分享的时候 有些志工就很高兴说 我去年有来参加东西 然后今年又来参加东西 其次我们要感谢就是我们一些在地的朋友 像社区这边不管是在住宿或者餐饮的部分给我们协助 所以我们讲说政府的力量有限 但是民众的力量是无限 好 再两公尺 这边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好了 准备 好了 放在这边 好 可以了 搬第几次了 秋明 搬第几次了 数不清了 会不会累 勉强不累 整个承办这个案子以来 带给我三个很大的一个感动 那第一个感动就是 我们报名阶段 其实刚好是遇到国内疫情升温的一个阶段 那看到还有这么多的志工 没有支领到任何的报酬 那还愿意自掏腰包 从台湾本岛搭飞机到澎湖这边来 这是我觉得带给我的第一个感动 第二个感动是我们第一次踏上东宇平宇的时候 那我看到去年我们做的这一段的手作步道 还非常的完好 那也非常的融入自然 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活动带给我的第二个感动 第三个感动就是这些志工伙伴都愿意付出自己的汗水 还有劳力 只为了就是留给后面他可能完全不认识的这些游客 一条更安全的道路可以行走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手作步道工作假期 带给我的第三个感动 那也是最大的一个感动 为什么土地会黏人 就是因为这样吧 大家对这个土地怀有共同的梦想 而且共同在这里流汗 当我们愿意守护它的时候 每个地方都是国家公园 我想国家公园不是给予限制 而是怎么样子让我们最珍贵的资源 透过大家努力 让它变成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 而丰富我们自己 也丰富了这块土地的养分 而且大家一起让这个土地可以成为后代 后后代都共同享用的一片美好的家园 国家的共享是大家的 路透了好惨着的西瓜去洗 美类的风景是我们看 感谢自宁就在心观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